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未来财经 突发力控 据彭博社报道 特斯拉本月早些时候 只是其上海工厂的员工减少Model Y和Model 3的产量 每周工作5天 而不是通常的6.5天 这一生产限制可能延续到4月份 结合4月1号的预涨价 市场判断此消息的真实性应该比较高 至于何时恢复正常生产 员工们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最新消息 特斯拉在中国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2024年前两个月 特斯拉出货量同比下降 与此同时 美国和欧洲等其他主要地区 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也在放缓 也有消息称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一些生产线 将面临更长时间的停产 关于涨价 特斯拉Model Y将于4月1日调价 中国涨幅5000元人民币 北美涨价1000美元 欧洲涨价2000欧元 不过本周也有利好传出 拜登推出了所谓的时尚最延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最终版本 这将迫使汽车制造商提高电池电动和插电式混动车型的小两 不过与最初的提案相比 最终版本无疑是打折了 新规则放慢了电动车的推广速度 引入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作为过渡方案 根据EPA新规 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将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提高到总销量的56%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占总销量的13% 传统燃油发动机车型占总销量的29% 来满足2032年的排放要求 汽车制造商则对新规中的让步表示欢迎 包括2027至2030年的更宽松标准 以及该法规更大程度地接受插电式混动车型 最终规则的变化反映了汽车制造商 汽车经销商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游说活动 不久前 美国各地4700多家汽车经销商致信拜登 敦促他停止实施更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此外 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的另一个原因 在于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需求下降 尽管去年美国的电动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120万辆 市场份额升至7.6% 但增长正在放缓 注意 目标指向是2032年 所以大概率还是在画饼 为了赌环保主义者的嘴 顺便多点选票 目前破坏生态最严重的不是汽车 是战争 有人认为 等大选后 如果川普获胜 那么就改回来了 所以这个利好并不太实用 今年以来 电动汽车业务遭遇层出不穷的挑战 最新汇总的数据显示 美股电池公司市值较巅峰17 蒸发了1.5万亿美元 其中最惨的非菲斯克莫属 这将美国造车新势力因经营困难 正在准备申请破产 股价目前只有12美分 所有电动汽车公司中 目前只有三个电动汽车制造商能够持续盈利 分别是特斯拉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这三家公司的总市值也远离高峰阶段 有人说 为何最近总是畅空特斯拉 这里说明一下 特斯拉从2020年开始就是我的核心持股 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收益最大的 但是我们分析个股 只能以事实说话 而且短期看法和长期看法必须兼顾 尽量不带入个人色彩 您的买卖您自己做主 您不必在任何方面和我保持一致 来看下一家Lululemon 财报显示 当季营收和EPS超预期 2023财年第四季度 Lululemon的全球禁营收同比增长16%至32亿美元 中国大陆业务禁营收同比增长78% 今年一时 该公司美国门店销售出现下滑 导致公司对第一季度及全年销售指领不及预期 Lulule预计 本财年收入将达到107亿至18亿美元 同比增长11%至12% 这一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去年的19% 从业务占比中 我们看到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 约占其销售额的65% 其次是加拿大占13% 中国约占12% 所以说美国市场不行 股价暴跌 Lululemon的CEO表示 美国市场需求低迷 美国中产正在减少服装支出 相比之下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所有国际市场 都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区高增长 并且策略上将更依赖于中国 可惜随着中美对抗不断有升级的趋势 中国故事现在讲起来也不再那么动听了 运动品牌虽然资产端不像周期性行业 但如果运营不好 收益波动也会非常大 所以市场一旦发现品牌运营稍有不顺 就会撒腿就跑 行业内分化特别明显 好得很好 差得很差 马太效应明显 这个行业非常考验管理层的能力 而面对美国市场的疲软 Lululemon的管理层加码海外市场与南庄产品 尤其是鞋类产品的扩张 而这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当然鞋类别 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领域 可能会影响其利润 特别是考虑到创新和营销成本 一些分析师开始对Lululemon表示怀疑 CF仍然看跌该公司 法国巴黎银行最近将该国的评级下调至表现不佳 不过不要低估Lululemon 因为该公司不断以客户产生共鸣 并实现稳健增长 就财报而言 Lululemon通常会给出较为保守的业绩预测 而实际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Lululemon最大的风险是宏观环境疲软 中国驱动力的紧弱 当然还有估值 但是这次的回调 给下次上行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 再来看下一家 耐克发布财报 营收同比增幅仅0.3% 净利润同比减少5% 毛利率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该公司将2015财年上半年的营收指引 下降到低个位数 这反映出全球宏观前景疲软 财报发布以后 耐克盘后国家上涨约5% 但在发布本季度和2015财年指引后 股价下跌 和上面的陆路相反 耐克加日季期间的中国销售继续放缓 但得益于北美市场 好于预期的增长和价格变化 该零售商的营收和利润超出了预期 随着消费者减少在衣服和鞋子等 非必需品上的支出 耐克在过去几个月里 一直专注于他可以控制的事情 削减成本并提高效率 以便提高利润并保护其利润率 耐克的库存为77亿美元 与今年相比下降了13% 反映了单位的减少 耐克仍然被认为是运动鞋和服装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但是面对激烈的竞争 该品类正变得更加拥挤 一些分析师表示 其产品类别已经失去了焦点 并表示该公司的创新方面已经落后 耐克已经从其产品中删除了很多产品 这表明他正在准备引入新款式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变化具体会是什么样子 或许这些变化需要一些时间 与之前的积极评级相比 分析师目前对耐克的长期前景持中心态度 因为目前尚不清楚该品牌的发展方向 最后就是 今天川普社交平台上的股东 投配决定将公司上市 在川普因官司陷入资金周转困难之际 该平台有望最快下周借客上市 将为川普带来35亿美元的资产 据悉他或许可以以此作为抵押筹款 支付纽约明示欺诈案的4.64亿美元的保证金 暂时阻止纽约当局没收资产 3月25日便是最后的期限 这也意味着川普及其律师团仅剩三天的时间 说服法院允许其先缴纳部分保证金 或将期限推迟至上诉后 倘若请求被法院驳回 且川普仍无法在期限内缴纳保证金 那么法院就可以冻结其银行账户 甚至直接没收其名下的资产 包括庄园 哥尔夫球场 大厦等等 所以说若最终顺利上市 川普将持有占比60%的近7900万个股票 根据数字世界现在的股价 川普所持股票价值将接近35亿美元 或可解其燃眉至极 股票代码为敌解体 及川普名字的大写缩写 这也是对川普名字的致敬 除了因法律问题需要缴纳巨额保证金外 川普在大选的竞选资金上也处于劣势地位 据报道 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数据显示还不足拜登团队的一半 为了扭转竞选筹款的劣势 川普尝试了更多接地气的方式 发布视频呼吁支持者军钱 5元10元25元都行 川普的现金危机也给拜登在竞选活动 提供了一条新的攻击路线 他对这名字称为亿万富翁的大亨 日益严重的财务困境进行了嘲讽 拜登说 唐纳德我很抱歉我帮不了你 注意 这个35亿美元只是理论值 是股票价值而非现金 所以会出现股价下跌的风险 即便该集团成功上市 川普也无法立马出售掉手中的股票 按照规定 川普必须在六个月后才能进行股票出售 不过他可以请求豁免立马卖掉股票 也可以将这些股票作为担保 以获取担保公司的保证金 但目前暂不清楚担保公司 是否接受启用这些股票做担保 就公司业绩而言可谓惨淡 三年来销售额还不到500万美元 冯夕是担心 考虑到川普未来可能会尽快售出手中的股票 新上市公司的股价可能会迅速下跌 如果不交罚金 川普似乎只剩下破产或者是被没收资产两条路 专家建议川普申请破产 然而华盛顿邮报分析称 如果川普个人或他的一家公司申请破产 可能会将支付高额罚金的判决 推迟数月或数年执行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已经核实向各个债权人支付这个棘手的问题 就将转嫁给美国联邦法官 与此同时 川普可以专注于他的竞选活动 而不是债务问题 但这可能会损害其商业大恨的形象 并对大选产生不利影响 竞选顾问表示 川普对选民的最大吸引力 就是他在财务方面的成功 在目前阶段竞选高于一切 但纽约州总检察长和执行没收任务的警长一起出现 并被媒体大肆宣传的画面出现 那么可能对竞选反而是有利的 另外 申请破产也不是万能要 据法律专家表示 寻求法院保护可能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 例如申请破产后 他所持有的贷款有违约风险 可能进一步引发其他连锁债务的诉讼 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出连续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美股中 股市在回调之前往往会上策几个顶部 相反从底部的反弹往往会相对较快 这就是流动性的力量 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更多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